我估计中国这些上网的上推特的著名人士会全部被封杀掉 中间坐局的那个人的案件发生之后往往都会消失 许大任先生是中国的这个大学监狱化的一个标志 大家好大家好 欢迎来到网你网视新频道 抱歉了有一些网友说你的头发太长了赶紧去剪头发呀 哎呀 你想小平同学多好 对吧自己解决 自己解决我是剪头发比较麻烦 30年了 30年自己解决啊对 所以极大的方便 节省很多钱了 不是这个时间比钱更更金贵 哎哟是因为去趟网拉盛来回趟 加上停车没有四个小时搞不定 是吗 网拉盛几次发他不是这样啊 哎呀你顺便做这件事情你不要专门去嘛你这个很多人就是专门去 还有什么顺便做的 谁愿意还往法拉盛跑基本上 不愿意往那跑了 哎呀这个早几天我们跑了 跑了以后我就跟你说你看看 我跟那些我们 车上的同事讲 这个是我们 我已经经常跟 朋友吃饭的地方那个是我经常跟朋友吃饭的地方 想一想30年以前 我们车上的同事还没有出生呢 真是可怕 我们老了 那么这个我们今天做一个节目其实是这个 昨天的新闻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还是要关注一下 他有新发展 有新发展 就是有一个发展你可能不知道 你注意到没有 推特里面有两个人现在没有出现了 一个海外一个叫陈小平 最近不发推了 对 对 这个我的这个推特掉落了黑箱 这个 现在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 被盯住了我估计你可能是发敏感类影被盯住了 我就推荐我们明镜的节目 然后就把我弄到这个黑洞里去了 我的推特还好 原来有些朋友从推特消失啊 我就问奇妙我说为什么你不去 找回来 现在我知道我根本就没法找回来他不搭理你 OK我还有另外一个人是谁呢 是这个高瑜 我发现高瑜女士 好几天 推特都没有更新了 高瑜的问题是他们 一定要他退出这个推特 为什么知道吗 我不知道 他们有什么方式来做这个事情 逼迫到儿子吗 对 所以 朱年 让他儿子的工作 炮瘫 你说高瑜这辈子 儿子就是他的心肝 是不是啊 上次电视认罪又有我儿子 推特这个事情如果不动他儿子他打死也不会撤退的 当然拿他儿子再一要挟 就没办法 很多时候 离开推特的人 就是这种 手段给他们离开的 更惨的是什么 我告诉你还有一个 他逼你离开之后还逼你交出密码 他掌握那个 推特号 然后再 后面的故事就不说了 OK 但是高瑜是我们最尊敬的 这个中国的媒体人 他就是一个天生天生的媒体人 没有一个人比他那样的 对新闻有一种激情 伸出了国家 如果是在美国他可能是一个普利在江的呆主 他是中国新闻界最有名的人 国际上也是最有名之一 对 哎呀很关注他的太太和你的太太两个人都 这个失去联络了啊这个我感觉到 有一点 好像有所失落 从这个 高瑜事件 再说到这个许战润 对 我估计中国这些上网的 上推特的著名人士 会全部被封杀 高瑜只是一个信号 以后 这些 中国的著名人士 那一般人就不用说了 凡是有些名号的 推号 全部会被他们灭掉 下一步的 昨天你做了一个许战润先生的节目 那么我呢就是很快接到几个消息 一个是哈佛大学朋友来的 哇许战润要来了 你怎么怎么样很高兴的样子 还有一个消息就是有人给我发过来的对 许战润先生 马上有一个禁令 有几个要求 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不许出国 不许出北京 对呀不许接受采访 不许这个 接受自助 四个不许 但是最关键的一条没有 哪个 不许嫖娼啊 那个已经 处罚了一次了 那就不用再提了 那不是听说历史在告吗 就是代表许战润先生在告吗 他没有嫖娼他不认识那些人 怎么说被嫖娼了呢 但是听说 参与这个告信行动的 四川省的政法委书记邓颖 还有一个四川省的公安历厅长 叶汉宾 准备 等待提升 这个黑箱永远截不开的 不可能的 所有的嫖娼案件都是黑幕 尤其是知名人士的嫖娼案件 全是黑幕 中间做局的那个人 案件 发生之后 往往都会消失 这一次不过有一个人还是没有办法搞成让他嫖娼 所以 可能是女的 而且他在海外 OK 那么这个你能不能跟我讲一下许仲任先生为什么他们 把他卡的那么紧了你进入在中国 对中国就对你对于你的政权是个威胁 按照已经的办法 那就是把你流放出来 你想吧 一个战打一场战 是吧 然后有一个人一直坚守在那个阵地上这个阵地的红旗还在那飘着 你说这个部队那不会亲戚所有把这个红旗给灭掉吗 这就是个象征嘛 那么也得你认识人家逃跑啊 逃跑 什么时候这个政府现在这个政府让人逃跑了 这逃了一个 刘霞 你数数吧 刘霞现在在德国生活的还不错吧 刘霞当然是不知道 这个但是比较安静就是这样他在自己的恢复吗 对对对 他受了很大的创伤他要恢复 对对我们我们记忆中的这些人能够让逃跑的这个例子也就是留下了 没有一个人能逃出来 我做这个节目我就谈到 许家人先生两个 隐忧就是他为什么很礼貌的回了一封信给哈佛大学费正经中心 但是这里头他没有回他是否接受这个offer 还有是他是否能够出国等问他都没有说 为什么这两个人他没有答案 他接受的话他不能来呀 是不是 还有一个很 残的问题就是 哈佛大学费正经中心 他没有什么钱 是个很穷的机构 真的很穷 是我见过哈佛大学最穷的机构自己 搞中国研究的 很穷 然后 这个他对许章人的邀请 是对许章人先生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支持 他要求他只是给他一个名头 使用图书馆 他没有给他任何一份钱的 自助 从长远来看的许章人先生到美国来之后 经济上的生存 是一个实惠的问题 但不是当下的危机 前一两前几年他的 媒体对他关注热度比较高的时候 他应该有一些资金的 支持 基金会各种各样的 但是这个支持是短暂的 对 长期来说他又面临生存问题 他又不愿意接受人家的这个 资助对呀 那么他面临自我的这个生存能力问题 这是长远问题 不是当下的问题 当下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北京让不让他出来 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他的情况我昨天说了他跟我出国情况一模一样 被学校里的扒了 那么 档案就管转到那个我那时候叫人才交流中心之类的 然后你怎么出国 你叫跟公安局的那时候是叫一处打交道 我估计他现在还是一处 现在就是 国宝吧 不叫国宝了 现在叫政治保卫区 原来就叫政治保卫区 我们叫国宝 后来叫国内政治保卫区 原来是叫 两码事 就我们这些人的护照 全捏在一处的手上 一处说你可以走 那就走 一处说你不能走你不能走 那么我的信用在什么地方呢 那时候一处的处长是张思超 他 OK了我出国 所以说他委托海淀区 一处 海淀公安局的一处 给我办了所有的手续 这个我一清二楚 许大人要出国也得走这套程序 然后我 给我出国的时候我的护照还写着无业 现在许大人也是无业 对呀 一个清华教授变成了无业 我一谈论政法大学的这个 讲师 清楚我那时候不是教授 是讲师啊 这个 也是无业来到哈佛大学 然后我来的是黎曼他来的去 他去费政签中心 黎曼你那个时候钱很多 对啊那个因为那个是 黎曼邀请我然后纽约时报给我播了一笔款 打到黎曼基金会 所以许章荣先生 到费政签中心一定要有另外一个机构打一笔钱到费政签 费政签中心他才能完成他的研究 但我觉得那个东西 对他当时不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孔建荣这些教授已经说了要帮他 要帮他 核心问题是中国的这个 批不批的问题 批不批的问题 当然现在来看 马上就有答案了 不许他出国 这反映出啊 这个许章荣这个事件你反映出什么东西两个信号 第一个 中国的大学已经成了一所建议 中国成了一所监狱 整个的中国呢成了一个思想集中营 因为思想要统一嘛 大学又是一个相对自治的一个领域 多少有点特权 对吧 你要是在社会上 像许章荣这样讲早就给你判了十次了 他到现在啊 还处理成这样 在某个意义上是许章荣依附于清华大学 这一层关系 让他 有一点点保护 这样的话才会到今天 但是 当局 最终对他 没法忠受 这个社会如果是监狱的话 你清华大学不可能不是一种监狱 中国大学都是一种监狱 四次监狱 所以说许章荣先生是中国的这个大学监狱化的一个标志 这是第1个 那么第2个问题 对这个四个不瓦的处理呢 是什么标 是这个 秦始皇的刀子 加这个马列 主义的 这个 马列主义的流氓化 结合的一个场 就 用马列主义政党的流氓化加上秦始皇的刀子来处理许章荣 你说这个 不许采访是哪家的规矩 不许接受资助是哪家的规矩 不许离开北京是哪家的规矩 不许出国是哪家的规矩 没有一条有法律根据 对不对啊 他对这个谁啊处理这个 任志强之前了任志强被抓之前了事实上 也是这个四个 四个步 在他的手上 任志强还加了一条不许不许退党 还有一条 任志强说我不准 不许退党 我还不许不许说我反地惨 我们这个节目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的这个网一网事啊 就尽量比较简短因为有些观众说我没那么的时间你们能不能把最主要的观点讲出来 有一些观众说不行我们需要你很强细的讲清楚 那好了你要强细的讲清楚你就看明镜电视的很长篇大量的讨论 网一网事那也有长篇长论的加长版 对我们有一个网一网事星期一的加长版 对这个我们现在大肆小评也有长版短版网一网事也有长版短版 我们两个的节目在一起是短版 对我们俩在一起了星期一是长版 OK好这个我们周末的时候就休息一下网一网事 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有节目大家觉得 如果觉得星期六星期天怎么没有节目了没关系你回头再去把星期一到星期五重新看一次 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字幕版 有一位日本的朋友呢 每一天把我们的节目呢配上字幕播放出来 特别还有想点就点 那得想点就点 别忘了想点就点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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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